11月美国大选在即 美国两党议员更加频繁操弄中国议题 当地时间6月26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召开两场涉及对华贸易的听证会 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为首的美政府官员 两党众议员及部分商界代表 在会上鼓吹在电动汽车、船舶无人机、人工智能等领域 对华实施更严格贸易限制 当天众议院就几项有关对华贸易的提案举行了听证会 继续炒作所谓国家安全风险和不公平贸易 就限制中国电动汽车、半导体和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 以及对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国制造船舶、征收费用等议题展开讨论 雷蒙多在众议院创新数据和商业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商务部打算在今年年底前出台 有关中国电动汽车数据收集和隐私问题的规定 因为他担心这些数据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他声称中国电动汽车可能会收集美国数据并传输回中国 为此该部门正在起草相关规定 内容可能涵盖禁止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上路 软件监管以及强制要求所有数据都必须存放在美国 他还说该部门还将加强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以塑造我们针对中国开展行动的战略环境 彭日自成立之初便不断炒作涉华议题的众议院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举行听证会 召集美国专家商界代表炒作美国在半导体 造船和无人机领域面临的中国威胁 会上民主党议员拉甲克里希纳莫西 原以数据称 现在我们生产的大型远洋船舶还不到全球的1% 中国每建造359艘大型集装商船 我们只能建造一艘 他还声称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将击败美企无人机 占据美国市场90%份额 是因为获得了高额补贴 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无端揣测 中企得到了中方大量补贴支持对中企制造的船国征收停靠费 并宣称一向每艘货轮征收约100万美元 他说每个集中箱合不到50美元 意味着美国人可能不得不多花几美分购买牛仔裤或衬衫 但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再次拥有美国制造的船只 美联社和路透社此前分析指出 拜登在大选前采取与其前任特朗普相同的 对华家世的做法 明显违背了美国曾长期推行的自由贸易共识 是想告诉选民 他们都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然而在世界两大经济体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这些措施可能会招致中国的报复 引发更广泛的贸易冲突 除了印象 对华家世俄的做法 因为楼受到总案 我们就会看到 这是参与其馆的